林杰亮生前最常告诉大家什么东西不能吃 来看看这个东西也不能吃 它是最强的致癌物质中药材马兜磷酸 一般用来止咳或是补血还被拿来当成是减肥药的配方 但是长根医院的最新研究已经登上了国际期刊 证实如果说吃到了含有马兜磷酸的药品 不但会致癌而且还可能会导致基因突变 国内在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禁用 但是到目前为止竟然在地下电台还能够买得到 最强最严重的致癌物质就是这个马兜磷酸 不但会严重伤肾还造成泌尿到上皮癌 甚至现在更发现使用含有马兜磷酸的中药材 还可能导致肝癌 虽然国内在2003年曾经引起极大争议 而最后决定禁用相关药材 那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因此送医住院 甚至可以拿出那个药丸 那但是大部分的人呢 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在吃的是马兜磷酸的草药 因为他们拿出来的可能就是一些 副方像是做成药丸的 由于马兜磷科的植物在中医上有清肺止咳的效果 加上有利尿功能还曾经被拿来当成减肥药 而在欧洲地区则认为可以活血甚至帮助产后恢复经历 印度还会拿来止痛 换句话说国内虽然已经禁止 但恐怕还是有不肖业者生产 所以要买这些功能的药品时 还是得要多加注意提高警觉 不仅地下电台的药不要买 中国大陆的药品也因为没有明文禁止 含马兜磷酸的药材 最好也是不买为妙